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豆 土豆 快拆出来 来吧 朋友们 看见了吗 新买的空气净化器 给我们主任的 你们知道我嘎巴来了吗 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 张作与就送礼啊 这是送礼吗 这叫行辉 这个型号的优惠 土豆 就这单元 谁土豆啊 刚跟你说两遍了 咱叫猕猴套 这不一样吗 那可不一样 土豆没帽 猕猴套又帽 陶大叔 就这个门 501 点题来 没点题 享受低碳生活 那你得给钱 给什么钱 帕楼钱 帕楼还要钱 一蹭二十 瞎说 去年还值五呢 张家了 跟出租车一块张来 你这是 你这是地上五层 你得给人一百 我们家要住地下五层 你还得给我一百 你就是住地下十八层 那个地方咱不去 一看就没女朋友 你咋知道呢 干活都没动力啊 你过来 五楼那家 有个小保姆 二十岁 太漂亮了 什么帅哥都瞧不上 就喜欢腿短腰粗 爱干活不计报头的 我一会给你介绍 真了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的 你说啥来的 上楼还要钱 你以为现在没力疯了 走着 哎呀大哥 你这个减滑器 是跟那亲爹卖的吧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 我们杂志社的主任 专门发表剧本的 哎 到了 就这门 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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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你是 我是拱公 拱公 哎 你是太监 主任同事 你是 主任家保姆 哎呦 这个形象 高端大气上档次 怎么样 你还满意吗 给倩 这哪点配不上你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你看就进来 哎 这是啥呀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我们家不需要 拿你们家去 我们家更不需要 大师给我看过 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哦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哎呦 孩子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 人得懂得感恩啊 乌鸦还知道繁补呢 杨高还知道贵乳呢 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 冯小刚这么忙 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 是吧 比如说他今天 他是我的主任 就是明天退了 净化器 我照送不务 我就是这么个人 回去 啥名啊 昨儿个就退了 这 越退越送 你看 还不相信 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 你昨儿没上班啊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 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 这说退就退了 弄得我心里好 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 我失去了什么呢 就是没警华起了欠 闭嘴 我们的主任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求真务实课题分工 今天 终于关门退休了 就像飞机 即将平稳着陆了 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 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 跑个坑 成庆然主任 放钩里吗 我现在不把他拿走 我还是人吗 你现在要是拿走 好像更不是人 拿走 给钱 给什么钱 下楼钱 下楼还要钱 你上楼钱还没给来 我跟你说啊 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伯母 二十岁 你拉斗吧 要真是二十岁 你会上里介绍给我 你自己都去了 我都五十多了 我喜欢二十岁的 八十多了 也喜欢二十岁的 在这个问题上 男人是很专一的 你要不去我可去 你去你去吧 我这不去 我不管 我强 喂 对是主任家 明天设理例会 上午九点钟啊 好嘞 我转告他啊 拜拜 主任不都退了 怎么 怎么还立会啊 主任是退了 可领导说 一时半会儿 找不着合适的人 最后给反聘了 还是管剧本的 你看 这还有聘书呢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 米侯堂 回来 回来 你不是让下露了吗 下去你背他干嘛 放这 别放这 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他今天的着陆 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 继续工作 哎呀 工作啥呀 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 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 昨天晚上 连夜写的辞职报告 报告 主任说了 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 也该回家进进校了 老家还有个妈呢 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 你 你怎么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是啊 谁家没有父母 谁不敢按爹鸟 这一天我跟主任比 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 我一定要知错就改 这线磁器 这净化器 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好 谢谢 搬走 那妈住那儿啊 跟我住一块 搬走 那大师不是说你跟他拔子不喝吗 大师昨天已经抓起来了 抓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我是想上吊 我有下巴吗 啊 挂不住啊 大哥 那楼下的小伯母就不见了 我的家楼下还一个呢 二十岁 你少来择一头 你以为你说二十岁我就搬哪 能比他瘦点不 只是他的一半 啥一半不一半 那不都一样 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不会 没气惯啊 那不是小伯母 那是范冰冰的助理 跟范冰冰住一块 赔不上你吗 范冰冰的助理 咱可赔不上 你看咱赔范冰咋样的 你这么高富帅 他打成那样 你可吃大亏了 没事 咱爹说 吃亏是福 咱就和范冰冰 凑活着磕吧 回来 啊 米侯堂 在你长发急要时 咱们做朋友可好 忠 忠 大哥 大哥大哥 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啊 他傻你也傻呀 我们楼下老太太 卖冰冰的姓范 范冰冰 欧妹子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错 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服了 其实我也是一个 出于女儿不染 着青年而不妖的人 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 建峰使舵溜絮拍马 想指着我 给领导送礼 休想 吃可杀 不可辱 您为一岁不为马权 您可站着死 绝不归这声 这鼓掌的 都是我这样的人 别说 他已经安度晚年了 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 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 我就是这么个人 回去 你怎么知道 他今天晚上回来啊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他是回来 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不是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吧 哎呀 他是想安度晚年 辞职信给领导了 领导没踢呀 还特意派车 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 做到工作生活两不务 你没看我正做饭的吗 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 菜单 我来个学 米浩桃快回来 哎呀 那这啥来侠去了 这是脑啥来的 别喝声 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你就是我妈 妈呀 您今后有什么话 能一块说吗 哦 孩子 其实我是个作家 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 您是莫言 我叫闭嘴 莫言闭嘴 娘呀吧 闭嘴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 交给主任了 我自有酷爱文学几十年 写了十几部电视剧 但写一部黄一部 写一部黄一部 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 黄胜一 我说老黄啊 不是 其实啊 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 还特意让我转告你 说你最近写的那剧本 已经通过了 讽刺了一个 见风使舵 朝勤暮处 溜石拍马的小人物 哎呀 你老有生活了 你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呢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哎 可主任还说了啊 千万别送礼 如果非要送 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别叫 所以啊 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它是属于你妈的 不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你妈的 他妈的 你妈的 他妈的 哎哎哎哎哎 那这温华日说话 咱想马上来 那应该怎么说啊 应该是你酿的 他酿的 还不如我们 搬走 哦 拍完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 千万别给领导送 领导不高兴 给咱妈送 咱妈准高兴 我就是这么个人 回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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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人哪 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太好多管闲事 这不 刚才在马路上 看见一辆汽车 后备箱没关 我汽车子在后面 这顿追啊 行事告诉人一声 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 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 这刚爬出来 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全责 赔了人二百块钱 你说我这是不是 多管闲事 我发誓 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 我就不叫好见 我就叫非常见 哎呀 哎呀 啥也没看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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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妈呀 你赢了 干嘛呀 你没事吧 七十九了 哎呀 光荡一下 拍地上了 你说呢 哎呀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疼不疼啊 哎呀 我的胳膊皱啊 哎呀 哎呀 我的破冷盖啊 哎呀 我的腰间盘啊 哎呀 都不疼啊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 就别用排除法了 那既然都不疼 那咱试试看 还能不能走走了 我试试啊 哎呀 慢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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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走是能走啊 哎呀 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哎呀 我这胯口怎么突然疼了呢 那肯定的呀 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 这没气候我就不错了 来大妈 我给你扶起来啊 哎呀 哎呀 小伙子 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摔得也够呛呐 我没事 你是个好孩子 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我这做好事上瘾 这要换了别人啊 装完我早跑了 大妈呀 你这是摔懵了呀 而且懵得很突然呢 你是自己摔倒的 我 你摔倒的时候 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 你看 那是我自行车 铁证如山 哎呀 车全都飘成那样了 弄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哎呀 妈呀 哎呀 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 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 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哎呀 我的尾追呀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 不是追尾追了 我说的是保险道 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完了 大光点的 尾巴根还撞碎了 行吧 碎碎平安吧 你说大妈啊 你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没人撞你 没人撞我 飞出十多米啊 那你要撞了我 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 你出国还能免签呢 是咋的啊 他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那飞几米啊 都这时候了 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枕 有意义吗 行啊 大妈 咱不掰扯啊 咱看图说话 好在现在大街小巷 都安装了摄像 头呢 完了 头没了 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 我这跳去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怎么得你还想走啊 走肯定是不敢趟了 我得跑了 你 媳妇 我马上到家了啊 别着急啊 等等 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 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了 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 别人不管 我管 爸妈 你别动啊 我马上发条微博 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 让爸妈都转都评论 媳妇记得给我点赞咯 哎呀 这老太太摔了 老惨了 惨你不服一把 来 大妈 咱先坐起来啊 大妈 我呢 马上送您上医院 但是我求求你了 您帮我证明一下 您就说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好不好 这就对了吗 我是好人好见 就在刚才 我拎着我的自行车 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 也不知怎么 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 我放下一切过滤 毫无犹豫地上前去扶她 到你了 收点下巴 先瘦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我故意被你给撞倒了 完了你还要跑啊 大妈 你这么顽皮 你家里人知道吗 跟我来这套 行了 别哼哼了 你赢了 你呢 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 我陪你一起等个 明白事理的人 给咱评评这脸 来吧 大妈 别动坏了 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暖和包 刘登华同款的 还能不能感觉到 冷冷的冰雨 在胡乱地拍了 良心发现了吧 大哥 怎么了 小虎子 这儿有个老太太 你撞的 真不是啊 快跑 我扶过仨 结果呢 这么跟你说吧 哥以前 开的是大奔 大妈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家里的情况啊 这么说吧 小偷到我家 都是含着眼泪走的 逢年不解 还得给我扔两道米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咱这样啊 咱们娘俩呢 一起分享几则 预言小故事 故事的名字分别是 东郭先生与狼 吕洞宾与狗 农夫与蛇 好剑与老太太 这几个故事 分别讲的是什么呢 我从头到尾 一次地给你讲讲 说从前呢 有个叫东郭的先生 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 在那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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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骑了一脸大嘎嘎呀 完了呢 就遇到了一个 快要死了的狼 这个狼啊 太磨叽了 要扶你就扶 不扶你就走 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 你走吧 去吧去吧 逃逸去吧 我干嘛还成逃逸的呢 老这么说话 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你不走是吧 好 我走 我干嘛 你这是要上哪儿 炸都要抱去 你这是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 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 完了我爸狼救了 回头狼还要吃了我 那你说那狼 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我才听明白呀 你给这纸上骂怀的 我一老太太给这趴半天了 你以为我趴活呢 说谁是蛇 谁是狗 谁是狼 骂谁好贱的 你才好贱的 好贱的名是我妈祈祷她 还给我起的 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你怕我创倒了 哪怕说声对不起呢 不仅不道歉还烦咬我一口 我告诉你 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那他那他 哎呀 这样就是证据啊 我今天就是活住命 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 斗争到底 不是 你是怎么挪过去的 我大妈你没事了 我被你气的呀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 那我这是气功了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 来给我评评礼呀 来人哪 来人 大妈什么情况 救星啊 好 刚才呀 他 你怎么害到了呢 他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我 这车车都飘成这样 你飙车了 我 我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他不是我撞的呀 大妈呀 这车在这放着呢 人在这躺着呢 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这不是我的自行车啊 不是我的自行车 你老板的自行车 你也没登那么快呀 我这是当你起飞了呀 他呀 我 刚才 大妈呀 别激动啊 我来处理 来来来来 怎么玩呢 哎呀 哎呀 同志啊 这个没摔坏吧 什么不疼啊 哎呀 我这胳膊粥 哎呀 我这不灵盖啊 哎呀 我这腰肩盘呢 都摔坏了 都不疼啊 都这会儿了 就别用排除法了 这那没事儿呢 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走应该是能走啊 啊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哎呀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 闹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 那我还能抢救都过来了吗 看着呀 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你哪飞十米了 那我飞几米 都这会儿了 还给我叫那三米两米的汁 有意义吗 她说的 全是我的词啊 这样啊 谁说算谁的呀 哎同志啊 这样 我先扶你起了啊 来来来来 哎呀 哎 哎哎哎 这 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出离我试过那娇姐 哎呀 完了 他俩还认识 来来来来 手放点啊 不是你 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检察叔叔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拎着我那车子 从你那儿出来啊 在前面走着 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 我好心过去扶一把 大妈就摔懵了 非得以为是我撞的 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 我那自行车圈 是咋瓢的就行了 好 明白了 大妈呀 他这个自行车车圈 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 事故就是我处理了 啊 不是撞我撞的吗 大妈呀 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 再说了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要撞您撞成那样 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也是啊 那我是咋倒的呢 大妈您看 刚才那位司机啊 特意回来道了个歉 说当时脑子 没转过这个弯来 让我把这个钱呢 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 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哎呀 哎呀 来拿着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人家还多给你一百 让你拿去修车 哎呀 这不但不凉了 咱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我想起来了 刚才呀 我跟他拧啊拧啊 一个台阶卖空了 完了就摔倒了 终于真相当白了 大妈呀 对不起啊 你别生我气 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给你养了便回放了 孩子 大妈这么误会你 你都没走 还要扶大妈 好样的 大妈 这人倒了咱不扶 那人心不就倒了吗 人心要是倒了 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好大妈 咱们上个月 坐我车 不用不用你的钱 大妈要一宝 臭小子听贼呀 光当一下躺地上 你还按表走上了 我心眼多多呀 我都没转呢 我心情我这速度要转起来 那还不太自然了吧 为什么呢 没车就直飞楼盆着人呐 麻烦你的不是天使 是无需 冲击等你 战斗你等你 你一定一转这点过去了 好 曾经那么美好的一个戏 有生之年看着它消失了 我们三个字不甘心 这是一个宝藏 一旦把它打碎了 然后重新编排的话 会非常精彩 我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四周戏 未来的前程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你们是最棒的 周五晚叮个龙东腔第二季 敬请期待 好 神在孝山村 乘势来搭屏 神传包饭妇 拔闷显情纯 我脚啊 我展刚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 鞋字楼 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 我们领导说了 纯洁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 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没有牌谁都不让进 要是进去就把窝开了 喂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没到啊 先生 我问你到哪了 你就不能快点吗 喂 喂 先生 叫谁先生啊 什么眼神啊 是个女脸 长得太复杂了 你有牌吗 什么牌啊 进楼的牌 没带 对不起 没有牌不让进 我还用牌吗 我们领导说了 是个人就要牌 你说谁不是人哪 我没说你不是人 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 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你今天新来的吧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 我是昨天新来的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大厦三层 赵总 哦 三层赵总 不认识 我就进去十分钟 拿个东西就走 好吧 对不起 你没有牌不让进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烦着呢 我今天很高兴 我刚从这出去你没看见呢 我没看见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 你没看见 我没看见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的趟洗手间 你看见了吧 我没看见 我是打傻的包案 我又不是洗手间的包案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 你总该看见了吧 我没看见 我没事也不能捞顶着洗手间看呢 你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 你个保案你都看什么 牌 你就知道牌 你以为你是谁呢 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 我骄傲 好 好 好 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 小娃 楼下保安不让我进 对 给我找领导 我告诉你啊 你摊上事了 你摊上大事了 哪位 公关部刘小姐 太好了 刘小姐电话 我 我不认识小姐 再给我找领导 对 你摊上事了 你摊上大事了你 哪位 大厦王秘书 太好了 来 王秘书电话 我不认识秘书 再给我找领导 对 我 我谈上事了 我谈上大事了 哪位领导 保安班班长 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 这小班长你 哎这个人管用 好 好 喂 班长是我 对 对 他很矿造 起眼很嚣张啊 嗯 没有 没有 咱这个素质在这儿 对 咱是个问话人 行我明白我弄理解 你进去吧 我有盘吗 没有 我能进吗 能进 你还骄傲吗 我就骄傲 你看哪个眼儿吧 跟大了凶性急速似 大姐 谁是大姐呀 人家男的 男的 哎呀 喂娘 啊 讨厌 同志 你有拍吗 什么拍啊 进门的拍 没有 对不起没有拍不让进 我找人 你找谁啊 三楼的赵总 哦 就是那个筐造的女人 认识吧 不认识 我们有规定 你打个电话 按他下来接你 我手机没电了 哦 你打个笛回去重点 然后再回来 那就来不及了 我有急事 我给赵总送钱 送钱砸了 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哥 你就让我进去吧 不行 亲 帮帮忙吧 你别整个眼啊 求求你了亲 你别整个眼啊 你别整个眼 听 行 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亲 请 你别叫了行吗 我受不了这个刺激 你往后退 我给赵总打个电话 让他下来接你 好家伙 他们公司的人都很灵类 我说 谢谢亲 请 请 你离我远一点 喂 赵总吗 你好 我是楼下那个包案 我就是刚才楼下烂尽那个包案 对 我跟你 他挂了 他挂了 我给他打啊 不行 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不行 十块行吧 一百行吧 你很有钱是吧 对 我很有钱 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我告诉你 你这些钱 能够纳下一个糖管 你纳不下一个正值的包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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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让我进是吧 你没有怕 我就是不让你进 你胎成事儿了 你胎成大事儿了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你废什么话呀 你让不让我进 你干什么 你让不让我进 你让不让我进 是吧 我可以不动手 你让不让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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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 你还拿熊扑子打人 怎么着吧 你往后退 我不退 你往后退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我找赵总 我找赵总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同志你有胎吗 啥牌啊 进路的胎 没有 对不起没有胎不让你 俺找人有急事儿 你找谁啊 三楼的赵总 你也找赵总 赵总电击率还挺高 等会儿 我给你打个电话 让他下来接你 谢谢你啊 喂 赵总嘛 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包案 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 你挂了我的电话 你不要挂电话 我跟你说啊 他又挂了 他又挂了 大兄弟 你快让俺进去吧 你找他干啥呀 俺找他要钱啊 俺村几十口子人 给他们公司干工程 这不快过年了吗 俺来要钱 你是农民工 管他要工资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为啥呀 为啥 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 而且今天很矿躁 老板您 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妥命天 命天妥后天 对呀 哦 昨天他让俺去银行 俺等了一天 他说没拿到钱 你看看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 俺又等了一天 他还说没拿到钱 你看看 刚才打电话 让俺到这儿来 你看看 他这是抗碟呀 我跟你说 他刚才可说了 就上去十分钟 然后马上就走 走 他这是要抛啊 抛 他这是要钱套啊 胡说 钱套他还让我送钱呢 你啥呀 钱套也需要经费呀 好 好 哎呀妈呀 这可咋办呢 大兄弟 你就让俺进去吧 俺农民挣点钱 不容易呀 大兄弟 对呀 这钱啊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 俺还怎么有脸灰村啊 大妹子 俺还怎么有脸见大火啊 大妹子 俺还怎么有脸活啊 大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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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大妹子呀 我是你大哥 好 我走你的大兄弟 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你叫吧 他不能进 他为什么不能进 他没有盘 对 啊 没盘 没盘就不能进 对吧 对 他能不能进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一个有盘的女人 那也不能进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 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你能跟人家比吗 怎么比不了啊 你是送钱的 人家是要钱的 你怎么了 要钱的 怎么了 要钱的 要钱的怎么了 要钱的 要钱的 很骄傲 大兄弟 你真是个好人哪 我知道 我确实是一个好人 我跟你说 大姐 你一会进去以后 见到那个赵总 千万别客气 那个人很狂躁 你见到他以后 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 管他要钱 他要跑呢 跑 你就看抓流氓 赵总是女的 女的咋的 女流氓更厉害 你没见赵总啊 那个人很矿躁嘞 那么大的老板 欠着弄命拱着欠不还 他还要钱套 他还算个人吗 别说了 为啥不说呀 不要怕 他敢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他不害臊吗 他不丢人吗 你别说了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 哎呀好 哎呀我一提赵总那两个字 你还理整你个马匹子 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 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提醒啊 你提醒的不够 说继续说 我不说 为什么 我累了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赵总 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拱了欠了 啊 我告诉你 你谈上事儿 你谈上大事儿 姐你开了什么事儿了 去 钱大了吗 五十万一分不少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你不用贿罗 反复从报案做期 好 爆谣鼓棒是要过法律责任的 我不怕 咱来看谁闲进去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有钱 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 你以为你有权 你就能够坦国家的钱吗 你以为你办四个互口本 就能控制方圆吗 好 送你两个的 玩歪 告诉你 你今天不把这个钱 还给你的大姐 你就别想出这个味儿 大兄弟 你先别着急 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大姐 你太善良了 你怎么还能相信她呢 她怎么可能给你钱呢 她要能给你钱 我管她叫奶奶 给你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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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叫 她替我叫了 谢谢啊 赵总 我 谢谢你了 大姐 实在对不起啊 让你着急了 其实到年根底下 最着急的人是我 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 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五十万 给你拿上这个钱 你放心 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 我欠什么也不会欠粮食 好 赵总 好 安静全村的人 给您拜年了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 赶快回家 过大年吧 哎 大兄弟 阿姨谢谢你 阿姨给你拜年了 再见 姐 你真爷们 一边去 傻样 我谈上事儿了 我谈上大事儿了 我谈上大事儿了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赵总 不用麻烦律师了 下了门我就脱衣服走人 干嘛 你要潜逃 我没有经费 好啦 别哭了 你就不能爷们儿点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 通过刚才这个事儿 我发现了赵总 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 行了别哭了 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 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 认真负责 有责任心的人 你呀 是摊上好事儿了 赵总 赵总 你很有水平 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看仓库当保管 没牌不让进啊 哦 包安包管拼掉 工作不累 工资翻倍 工作不累 工资翻倍 一不六神 直接本校校康社会 我骄傲 走啊 赵总 你有拍吗 应该不要 你拍吗 我想一会 través的 我们家锅子呀 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也是啊 这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 回来了 小刘 快进来 嫂子 锅子在家吗 买酱油去了 所长让我捎个信 三年前 你们家锅子 指认的那个罪犯 出来了 出来了 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对 他点名要见锅子 他咋出来的 喂 他咋出来的 月遇 嫂子 嫂子 我还有事 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月遇 你不是生日 哎呦 这 干 爸 不是 你妈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我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我问你 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 你去哪儿啊 哎呀 别提了 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 我一出门 碰见张大爷 出院 他小孙女陪着他 那哪行啊 我就帮着把张大爷 背到七楼 一进屋 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骑 我们本来就是骑友 他说在医院憋坏了 那就下吧 我第一盘把他赢了 更不让走了 说 你要再赢我一盘 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 还一说酱油 我想起买酱油了 我赶快出来 到了六楼 碰见六楼王奶奶 陪着他家小狗下楼接手 你等会 小狗接手你也管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 必须有人吹口哨 他才接手 那王奶奶吹啊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 我在那帮着吹 我吹了半个小时啊 我上了三回厕所 小狗一滴都没有 王奶奶说他 你怎么这么定 你怎么这么这样 这王奶奶怎么了 没牙呀 你看这呢 他一说酱 我想起买酱油了 赶快去超市 酱油呢 你等会 买了酱油往回走 正走着呢 松 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 哎呦这个快呀 谁呀 旁边有人喊 抓小偷 甭问 这小子是小偷 你追上 我能追上他 我拿着酱油瓶子 我集中生智 松 砸着了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 那个人给砸倒了 你还能干点啥 起作用啊 小偷一愣神 旁边的人上去安住 送排出所了 撑着了 鼓掌 老公太厉害了 多点钱我再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哪儿也别去了 锁门 锁好了 坐下 什么事 我跟你说 咱家摊上大事了 什么事 三年前就指认那个罪犯 出来了 哪个 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了 越狱了 越狱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找我干嘛呀 你说找你干嘛 三年前你只认得他 说找你干嘛 报仇啊 来 让他来 跟他拼 听个你死我活 我告诉你 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 你信不信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 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 人电视上都说 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批 只能智取 智取 那你说怎么智取 我的话你听吗 听 这样 你一见到他 先给他跪下 可以 你等会儿吧 我给他跪下 这辈子 我就给我爸 我妈 你跪下 给他跪下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先给他跪下 你就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指认你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 我说这个 然后 我 偷偷地找机会 溜出去 再找人进来 把他给抓起来 这种人 咱不能放了他呀 你是我媳妇吗 太狡猾了你 你讨厌 没问题 支持 记住了 演一遍 现在我就那鱼鱼饭 锅子 我现在是那鱼鱼饭 锅子 大哥 大哥头发真多呀 如果可以的话 云给我点 明明能不能好好说 大哥 我错了 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请你原谅我 这样行吗 特别好 那是 然后我上去 我男人做 是不是这样 你烦死了 明白了 智取 我知道了 记住了 好 来了 我去看你 你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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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当初我不该指约你 大哥大哥 我送快递呢 家里太脏了 嫂子千召一下 吸尘器坏了也不休 全靠吹呀 大哥没事吧 哦 没事 我教育他呢 谢谢啊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再见 起来 你看清楚了吗 你就跪 你丢不丢人哪 刚才有点紧张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 这回真来了 我去看你 大哥 我到时候不敢指约你 大哥你们家还有什么快递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 满地的头发 谁说是我的 怎么可能 好 好 大哥 再见 起来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演不了 我真演不了 这样 他要真来了 你躲到里屋去 我来 那不行 他是来找你的 又不是来找我的 再说了 我一个女人 他能把我怎么样 不是 正因为你是个女的 而且长得那么好看 万一他进来以后 后果不甘撤下了 摔杯为好 我一摔着茶杯 你就出来 你摔茶杯我就出来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就这么定了 有人吗 你别忘了摔茶杯 你快进去 声音大声 你快进去 我去开门 跑得真快 请问这是锅子家吗 是 终于找到你了 请问你是 我是 他邻居 你好邻居 我是 是他邻居 以前是他媳妇 现在是他邻居 怎么回事 他走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回来了 他没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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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怎么经想闹啊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 大哥 三年了 我天天默念着 一定找到你 一定找到你 今天我找到你了 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呢 三年前 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 我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大错呀 大哥 谢谢你 少量 我谢谢你 你等会儿 你先别信我 你刚才说的话 是真的 我 我这几年在里面把 我好好的改造 提前两年放出来 我出来第一件事 就想找到我大哥 当天说真谢谢 好不容易找到了 我讲上了 那个 兄弟 嫂子 我哥的目的在哪 你带我到坟头上 好儿子 我想行不行 嫂子 兄弟 嫂子我求求你了 你先别长期 你告诉我哥的目的在哪 我自己提醒我嫂子 你喝口水 我不喝得 你告诉我目的在哪 嫂子你 我这么大威力吗 错了 错了 送会计的 不是 她是 她不是她那个 你你你等会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刚不进屋了吗 她一进来 她就问我是谁 我哪能告诉她我是谁啊 然后我都 大哥 你没死啊 说谁 说你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们坏人死 我们好人永远不死 气死你 气死你 大哥 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你你先听她说 你快说呀 我说 说 大哥 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 有一个犯人 他被判了死刑 临行前他对众人说 我第一次抢劫 抢了四十块钱 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 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 把所有人都吓到了 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 越抢劫越多呀 当初哪怕有一个人 站出来制止我 我也不至于精品用斩刀杀人哪 大哥 你 就是夺谢我开刀的人 谢谢 提前放出来了 哦 大哥 别跟我演戏 你连我看不出来 招人 招办公室 没有啊大哥 哎呀 人家演什么戏呀 你这 真的 真的 你怎么不早说 哎呀 来来来来来 兄弟 大哥 不是越狱啊 不是提前释放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阿姨呀 好啊 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好啊 让你这是提前回家过年 不是 大哥 我从小就没有家 明白了 兄弟 这儿就是你的家 媳妇下饺子 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谢谢大哥 有些过年 哎呀 还行 大哥 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 媳妇回来回来 怎么了 你呀 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不好意思 我们俩琢磨怎么质取你了 哎呦 来 给她来个造型 讨厌 来一个 看 吓不死你 我这开门 这得注意 你早干嘛去 哎 余所长 快进来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派出所余所长 都见过了 都见面了吧 见了 没闹误会 误会闹大了 都解决了 哎 你这头怎么了 来来来 坐下说坐下说 别提了 啊 他 刚才抓小偷 眼看就追上了 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啪 一加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真的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 没发现他有同伙啊 太狡猾了 你们这没事就行 哎 一定要抓到他 他跑不了 我没有监控 我回去好好查查 我一定找到你 走了 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是啊 比你胆还大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 这不找死吗 就是啊你说 哎呦 你 搜趴 什么我搜趴 你 是我搜趴 当时啊 余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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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说二十岁我就搬哪 能比他瘦点不 只是他的一半 啥一半不一半 那不都一样 不会是他搁头的一半吧 不会 没气惯啊 那不是小保姆 那是范冰冰的助理 跟范冰冰住一块 配不上你吗 范冰冰的助理 他可配不上 你看看配范冰冰咋样的 快跑 我扶过仨 结果呢 这么跟你说吧 各位以前